策法官免职便罚刑改判风暴扩大 监委将提再审 职务法庭送命法官陈志祥表示 外面在骂是基于一个误会 认为法官性骚扰怎么可以轻判 可是他们怎么看都不是性骚扰 陈志祥说监察院要提再审 质疑他们法院组织不法 就由下一庭去决定 他表示尊重 他今天一整天都在上节目 因为一般人不了解 他有义务做说明 要是大家基于错误认这继续骂 只有伤害司法 他会站出来 是要捍卫司法 他知道维持原判 拔除陈的法官职务 很多人会给掌声 但倒霉的是陈法官 法官要本于良知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陈轰斌和女助理手牵手亲吻 的确有 是陈法官认为有机可陈在试探 后来坐到车后坐喝咖啡 喝了咖啡 肩靠肩 叫他眼睛闭起来 他也闭起来 接着去亲他 女生说我男朋友才可以这样做 这句话有多种解读 陈法院当下觉得对方在明示他不是他的男朋友 就说对不起 误会了 我们回家吧 陈志祥指出 陈轰斌不应该跟女助理有亲密关系 言行不简是不对 但他没有性骚扰 没有利用职权 有人质疑他有亲他呀 但这是在互相挑逗的过程 用白话讲 这是在发展婚外情的未遂阶段 如果女助理在澄清他后抗拒 陈又进一步抢吻 就该重重处罚他 可是他没有 改判风暴今天全面延烧 面对台山倒海的压力 陈志祥说法官是不应该顾虑那些压力的 不然就不要当法官 我只对良知负责 他不去理会不义性的声音 基隆地院法官陈志祥 今天一整天忙着上节目说明改判的原因 他说他会站出来 是要捍卫司法 to hit fm 扣扣早餐制作单位提供 分享 感谢观看